俗话说,初来混迟早要还,前几天智利国家叶格巴尔德斯在公众场合,做出名眼的骑士黄忠人动作,而刚碰巧的是,智利国家队CV比赛对手,正是热刺球星所经营领衔的韩国队,巴尔德斯正是智利国家队的主义, 韩国天王自然不会放过这个还击的机会,在这场热身赛中,智利人遭到孙星明的穿搭过人,令巴尔德斯非常尴尬,每日邮报表示,孙星明替亚洲人完成了复仇,我们看到,画面中孙星明,先是面对巴扎中场比达尔的滑场完成跳球过人,随后一拉二扣三穿搭,令比达尔和巴尔德斯只能尴尬相望, 其实在孙星明在过调底达尔后,巴尔德斯并不是处在有利位置,韩国人只要简单的扣球就能摆脱后者防守,或许是出于某些原因,荷尔蒙越发高涨的孙星明,用上了街头足球的动作细耍巴尔德斯, 这种画面,平时在热刺的比赛中很难发现,刚刚演出兵役的孙星明,依旧保持着一颗热血的心,而且经过亚运会熬战后,他的身体状态从这个动作看来,仍十分火热,结束了国际比赛日后,孙星明将回归热刺备战朱莫与令物府的大战, 韩国人已经经历了26天8战的超密集赛程,这不禁令这次主帅波切蒂莫为他的体能状况担忧,而他在接受ESPN采访时表示,我认为这个夏天和以前一样,除了我必须的多飞点地方,我总是倾向在夏天多提比赛,我并不是唯一一个提了很多比赛的球员,疲劳是个借口,此外他还说道, 现在我想念我的球队了,我很开心能再次回去提英超和欧万,经过这个夏天后,我认为我又学到了很多